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今年不少人关注重点,是在人工智慧繁荣加剧的背景下,半导体需求将增长到何种程度。 随着ChatGPT的使用,在全球范围内扩展,它已经开始推动在幕后支持人工智慧AI技术的公司的业绩。 回答2月底发表财报显示,受大流行期间特殊需求结束等原因,销售额和利润双双下滑,带用于AI运算的半导体采购强劲。 受此消息影响,其股价反而大涨,而这主要归功于近期与ChatGPT相关的人工智慧AI应用的火爆。 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可能日益普及,有望带动挥达的在全球云端资本支出市场的施占率迅速提高。 Gartner预估,2025年所有生成数据将有一成左右出自生成式AI,远高于2021年的1%。 花旗集团一名分析师日前指出,ChatGPT的快速成长,有望在一年内让挥达营收增加30亿至110亿美元。 乐观预测的背后,是美国初创公司OpenAI于2022年11月,向公众开放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。 其能够像人一样自然地做出反应,举世瞩目,用户过异,新用途每天都在被发现。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一月在美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讲,强调ChatGPT是AI领域的iPhone时刻。 可以预测,能够生成自然文本和影像的,生成式人工智慧将在社会上流行起来,就像iPhone带来了智慧手机的普及一样。 因此在新一波的人工智慧浪潮下,挥达显然已经成为最大的受益企业之一。 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业绩超预期,游戏业务开始反弹,今年一季度收入指引也优于预期,相比提高3%,所有部门都有望环比增长。 因此虽然销售额和利润大幅下滑,但仍高于市场预期。 该公司财务长表示,挥达的游戏部门收入将下降46%,但对支撑AI的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强劲。 另一方面,包括用于人工智慧运算的半导体在内的数据中心部分销售额保持了11%的增长。 该公司透露,二至四月数据中心板块营收高于上年,并认为2023年全年增速将加快。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,人工智慧正处于一个转折点,为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奠定了基础。 从初创企业到大型企业,他们看到人们对生成式AI的兴趣正在提升。 生成式AI的多功能性和能力,让全球企业感受到开发和部署AI战略的急迫性。 挥达将协助客户充分利用生成式AI与大型语言模型LLM的突破性发展, 配备H100、Transformer Engine、Quantum R等最新产品的,挥达的新款AI超级电脑已全面投产。 黄仁勋说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这都将是一个全新的运算世代。 AI晶片的潜在市场规模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,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。 他说,就跟过去发生过的个人电脑革命、互联网革命以及云端运算一样, 每次平台出现变化都是因为产品变得更容易使用。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轻松尝试长期研究的技术。 黄仁勋表示,为了适应产品和业务,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会行动起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。 微软在搜索引擎闭影中引入生成式人工智慧,挑战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占据90%份额的Google。 此外,大量公司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来发送电子邮件、撰写产品介绍、数据摘要和广告提案。 这种趋势已经成为灰达的东风。 这是因为要让AI变得聪明,就需要准备一台支援巨脑的超算,让它能够学习海量数据。 包括OpenAI在内,辉达的GPU将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使用。 辉达宣布将提供一个运算环境,让公司可以轻松开发AI。 财报发表后,辉达就上涨甚至近9%,与2022年10月的近期底部相比,涨幅超过80%。 这与因半导体市场逆风,而股价一直低迷的英特尔和其他公司形成鲜明对比。 辉达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用于人工智慧的半导体, 同时也推动了软体等周边技术的发展,获得了积极的评价。 相比之下,另一家美国晶片巨头英特尔的业绩就相当惨淡。 据金融时报报道,英特尔将其向股东派发的股息削减了近三分之二, 正是了华尔街长期以来的担忧,即该公司将大幅削减季度派息。 面对收入大幅下滑,该公司正艰难实现扭亏为盈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,在宏观经济状况恶化, 导致英特尔预计本季度收入将较去年下降约40%之后, 该公司董事会已采取行动节省现金。 英特尔的自由现金流跌破了他们的警戒线。 因而得出的结论是, 在这个时期,最高的股息支付者不应该是最高的资本投资者。 英特尔二月底的市值仅约为辉达市值的五分之一。 Piper Sandler一名分析师指出, 在硬体和处理方面引领AI革命的两家公司是辉达和AMD。 在他们看来,这两家公司遥遥领陷于其他公司。 AMD是GPU行业的第二大玩家, 其在GPU市场份额约为20%。 近年来,该公司也在AI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, 包括一系列旨在与辉达最先进的产品展开竞争的晶片。 反观英特尔,该公司近占有不到1%的市场份额。 Alliance Bernstein技术基金投资组合经理表示, 人们对ChatGPT的热情及其解锁的潜在用力, 可能代表了人工智慧采用的转折点。 虽然很难准确地推算出, 今天人工智慧占辉达收入的百分比有多大, 但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竞相开发类似类型的人工智慧应用, 岂有可能成指数增长。 路透社报道认为, 目前所有这一切对英特尔来说都是坏消息。 英特尔在数据中心和个人电脑行业的CPU市场份额也正在被AMD夺走, 甚至AMD还一度占据主导地位。 英特尔公司现在正面临失去该行业下一个增长点的风险。 近几个月来,英特尔也在努力加强对GPU的关注, 包括在去年12月将其绘图晶片部门义分为二, 一个专注于个人计算机, 另一个专注于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。 不过,分析人士表示, 英特尔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前, 该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White Bush一名分析师则表示, 英特尔有更多的计划试图打入人工智慧市场。 但迄今为止, 尽管它有很多的解决方案, 但它的表现令人失望。 随着英特尔公司财务压力的加剧和华尔街对其削减股息的预期, 其股价已经从2021年级新格接任执行长后的高点下跌了60%以上。 但据金融时报报道, 这位接手英特尔近二年的执行长指出, 营收的突然下降并没有影响公司为重建竞争力, 而退出新产品和推进生产的步伐。 他表示, 确实感到复苏的萌芽正开始出现, 尽管该公司正在经历荒漠期。 这位英特尔执行长还继续坚称, 英特尔将坚持建立晶圆代工业务的战略, 帮助其他公司生产晶片。 目前, 英特尔正寻求美国和欧洲政府的大笔拨款, 以支援其新的晶圆厂投资。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该公司是否应该改变路线, 将晶片制造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剥离出来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